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有我的陪伴你不会太孤单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男人眼中的女性修养是怎么样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段话描述这样一种女人 你每天说着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相信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你生活清闲 却显得忙得像个政治要员 每天要刷六个小时微博 看八个小时星座 你知道所有男人的小伎俩 你知道所有调筑男人的方法 你知道调情 主动 语行故纵 你知道小碎花裙子加美颜相机 你也想要高跟鞋 红酒 大长腿 但你没有 你听到稍微长点的书名就发出 看着稍微难点的数学就犯困 约会的男人说到海明威 快睡着的你一下惊醒 这我知道 那个唱歌的可帅了 看到男人不满地皱了眉头 你撇撇嘴 差点脱口而出 直男癌 当时这段话是一个朋友发到兄弟群里 几个男生讨论了一下都说 这样的女孩子长得再漂亮 都没有办法让人喜欢她 因为这种女生太low 没修养 有一个男生说得更直白一些 如果真的长得好看 喜欢 还是有可能的 但最多就是想和她上床而已 因为实在不知道 这种姑娘除了上床 还能一起做什么 听上去好像有点刺耳 但仔细想想 这的确是男人真实的想法 只有内涵 没有内在的女生 当然无法吸引人 但只有外在内心空洞 没有一点亲满的修养 学养的女生 得到男人所谓的爱和喜欢 永远都只能止步于幸福 相当一部分女生认为 男人都是下半身 思考的动物 上完床就立刻对女生 失去了兴趣 但事实上还有一种可能是 有些女孩子 除了和她睡的时候 能够让男人感到愉快 其他时候都令人 素然无味 他们没有办法和男人聊电影 音乐 也没有办法和男人探讨 政治科学 就连一起去看一场 高雅一点的歌剧 他们都会睡着 更重要的是 他们压根 不觉得自己这样 有什么问题 也从未想过去改变 他们内心世界的贫瘠和苍白 真的让人无法忍受 对于男人来说 女生有修养 可以有多重要 说实话 这个问题并不绝对 对于不同的男人来说 可能真的会有 不一样的答案 我知道有的男人 并不在乎女生的修养水平 对他们来说 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漂亮女生 可能都比一个在大学读研的 普通女生有魅力 秉承着这种态度的男人 通常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男人一般自己也没什么修养 社会阶层往往也够不到哪里去 一个没有修养的男人 如果达到了阶层 月前 通常反而会更想追求 修养水平高的女生 来证明自己 第二种男人则持有一个 根深蒂固的观点 找女人是为了结婚过日子 不是为了风花雪月 修养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根本没有 原因比不上长得好看 或者性格温柔 我不能说这种观点就错了 但是当一个男人用这种标准 来评判女人的时候 他对女人的标准 永远就是物化的 你不会要求一个物件 有思想 有灵魂 有独立意志 你只需要她物美嫁廉耐用就能 这就是这些男人对待女人的态度 同时 也就是这些男人会说出类似于 女人要读那么多书什么用 我又不和她的灵魂发生关系 这种极具轻蔑和侮辱性质的话 没错 在她们眼里 女人的意义就是用来发生关系 一切和发生关系无关的特质 都是无意义的 我想但凡有的选择 没有女生会喜欢这样的男人 那么同样的 但凡有的选择 稍微有点精神追求的男人 也不会选择那些徒有其表的女人 大多数男人对女朋友的精神世界 和文化修养的重视程度 完全不亚于容貌 性格 家境 等等硬件条件 不过好在 修养其实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 并不一定是你要精通信息书画 或者有海外留学经验 才叫有修养 在大部分的社交和约会中 修养通常包含着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叫做常识 也就是说 大多数人懂得的东西 你也要了解一点 经典的文学和影视作品 你不需要都看过 但至少大概要知道讲了些什么 国内外的大事件 你不需要都了解 但至少别人讲起来的时候 你能认真心听 你不需要专门地钻研过哲学的所有流派 但至少能分得清 尼采和黑格尔的理论区别 这些是让男人能够和你聊下去的标准 他们至少能够找到你能听懂的话题 而不是每次约会都只能夸赞你的口容和服饰 听你说星座和八卦 如果除此之外 你还会背上几句村上春树的名句 知道梵高和毕加索的生平 能信手沾来几段历史故事 也能脱口而出几个毛毛段子 男人就很容易觉得你有点意思 愿意和你继续相处下去了 第二层汉意更深刻一点 叫做精神 这个领域可以简单地解释成 你的精神世界里 有没有一个专属于你的 非常独特和有趣的部分 如果你喜欢文学 有没有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 让你每次想起来都会思绪万千 如果你喜欢旅行 有没有一个目的地 或者一处风景 让你每次抵达都会为之震撼 如果你喜欢摄影或者绘画 有没有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画面 让你在端起相机 或者拿起画笔的时候 就满怀感动 甚至如果你喜欢动漫 你会在哪一部作品里 看到温柔或者热血 看到梦想或者青春 真正的修养 不是你把多少知识 塞进了你的脑子 而是这些知识如何成为了你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滋养了你的灵魂 并且体现在你的一言一行 举手投足之间 这种呼之欲出的魅力 难以言说 但又无处不在 其实你很容易发现 所谓的修养能带来的是男人 对你除了原始欲望之外的好奇和欣赏 是一种更持久的吸引力 和缘缘不断的新鲜感 很多人都知道爱情的浪漫 激情很容易消退 但大多数朋友关系 则是时间越长越深刻 就是因为朋友之间更注重精神交流 更在意彼此是否了得来 是否步调一致 而最持久稳定的爱情里面 一定会有那么一个部分 要像相知多年的朋友一样相处 毕竟 你们最初热恋阶段 可能还可以整夜拥抱新闻 缠绵匪测 探索彼此的肉体有多诱惑 但二十年之后 也许更愿意一起 看学 看月亮 聊聊诗词歌赋和人生哲学 分享彼此的灵魂 有多迷人 电影《怦然心动》中这样子 有的人想 有的人经入其表 爱学习中 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个彩虹般渲烂的人 当你遇到这个人 你觉得其他人都只是富人 在怦然心动的瞬间 你遇上了那个让你依赖 值得你爱 在你眼中 他便是全 怦然心动指的是 出现一些初见的人时 怦然心动 或对某件物品中情 按制我们对于某些东西的喜欢 为何我们会产生心动的感觉 是因为你所面对的这个人 能够刺激你产生 身体内的某种激素 从而分比多巴胺和内飞胎 在这个时期内 你就会感觉身心的愉悦 而此时的你 面对的那个人 恰恰是你兴奋的来源 我感到恐惧 我感到紧张 惊奇怦然心动的错觉 你感到疲惫 你感到恐慌 故事如何开始 为何遗忘 我们渴望爱上一个人 更渴望被爱 为什么 有些女人 她身边有那么多追求者 而有些女人 虽然条件很好 身边的异性朋友 却寥寥无几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认为 那些能够让男人 突然心动的女人 并非是她 在颜值上有的精力 而使她掌握了两种 吸引异性的能力 一 心理投射 如何在茫茫人海中 第一眼 就让别人注意到 前提是 你再注意 心理学家认为 当我们自身的 能够的故事 我们才会被外界 以为多的能够的心理 因此 也就需要完成 心理上的投射 首先 你要让她觉得 她得到了你的助力 所以她的关注 才会放在你身上 第二个 就是要 去寻求 我们的二人之间 来寻找记忆的话题 不要总是试图躲避 也不要总是 掩盖 一个身体的错 而应该大胆地 去完整 私人身体的事 女人和男人之间 如何展开新的话题 那么 就要去观察 你们之间的 融合度有多少 比起所能够交叉的 哪一部分 恰恰是你们 可以去讨论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点 会让男人对你 越来越感兴趣 也会进一步加深 她对你的印象 在两性交往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女人 你所要展露的一定 是你最真实的一面 也只有这样做 才能够让男人 真正地爱上 那个最朴实无华的你 二 拥有幸福的能力 忽然心动 来源于内心的 一丝丝感动 一丝丝向往 以及 我们所吸济的 那一份美好 当一个女人 能够让男人 感受到幸福 感受到美好的时候 那么这个男人 就会在内心深处 对他产生一种欣赏 那些可以去支配男人 并且让男人 对自己迷恋的女人 他们势必拥有 强大的幸福能力 他不仅仅会让自己 自己也能够让别人 不断地投入快乐 当我们自身的需求 和让男人走的时候 那么 在一定的意义上 才能够让我们一起 在前期 这个女人 一定是得不得付出 她能够及时地了解 男人真正的需求 是什么 比如有些男人 他想要的 是你的幸福 那么这个女人 他就能给予 他最大的关系 而有些男人 想要的是 一个生活上的合作者 当一个女人 拥有了独立的能力 和强大的生活能力时 他就可以去帮助 这个男人 更好的 完成二人的生活 在每一次 投入快乐的过程中 获得真正的能力 才能够让男人 尊重心动 一些人对于突然心动 总是有着错误 或者有些人 然而 真正的心动 绝非只有这些 一个女人 想要吸引异性 除了我们经常所说的 要掌握吸引力 法则的要素之外 就要掌握我们 在以上提到的两种 男人和女人 本身 就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生物格 我们在思维和身体 技能上 存在这种 女人并不能够 完全做到男人所想 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 正是这种 差异 使得意想之间 充满着强大的吸引力 彼此之间 可以相互吸引 当女人掌握了 令男人 怦然心动的能力时 她才可以成为 她心中 独一无二的人 孙上春书说过 有时 所谓人生 不过是一杯咖啡 所营绕的温暖 在简单的生活中 寻求最为真挚的幸福 在一点一滴的细节中 寻求最炽热的感觉 忽然心动 是一瞬间的惊喜 是久久萦绕在心图的梦 更是留在大脑里的 甜蜜和温馨 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拥有故人的勇气 强大的自信 坚强的毅力 让那个你 喜欢的她 为你怦然心动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 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阿豪 私信交流 期待 与你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